出于热爱和好奇 尼尔·葛德纳数年间 一直在神秘父亲约翰·葛德南少校抗战的轨迹 2009年5月24日 在与燕欢网上频繁沟通后 他带着父亲在中缅印战场的珍藏遗物来到中国 在北京 他专程败回了赵振英老人 这位曾与父亲并肩作战 接下战斗有余的中国军人 60几年 没带过来 64年 这是尼尔第一次中国之行 他来到父亲曾经征战过的远东战场 也到达了让父亲光耀一生的地方 而赵真英随着燕欢和美国战友后代的不断寻访 慢慢走出历史的阴霾 回忆叙说起更多往事 大洋两岸经历各异的三个人 从战争的节点 穿越六十年风雨走到了一起 他们能发现什么 又能够正在用什么 这里是位于中国云南腾冲境内的国商墓园 他兴建于1945年7月7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毁坏 改革开放后重建至今 这座埋葬着 九千多名抗日阵亡官兵的目的 是中国大陆少有的 纪念正面战场牺牲历史的大型人员 腾冲的国商墓园 对于CBI战场这段抗战历史 非常好的一个纪念地 它是我们中国国内唯一一处 就是为中缅印战场捐躯的 中国军队将士的 甚至包括盟军将士的一个纪念地 这也成为凡是来腾冲 平调的人们或者研究人员 或者甚至是游客 必去的行程 to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soldiers I have come back to give my feelings of gratitude to the soldiers who gave their lives to help end the war 腾冲是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光复的第一座县城 也被日本称作玉碎之地 九千多远征军和三千日军 与美轮美奂的古城玉石俱焚 几乎在同时 驻印远征军尼尔的父亲 少校约翰·葛登南和少校赵振英 正参加密支那战役 围绕着中远公路 颠面线上各个战场的搏杀 异常惨烈 来凤山在以腾冲的南面 离腾冲城非常的近 它是一个制高点 所以咱们当时要攻打腾冲城 必须要牵 拿下来凤山 所以打来凤山 咱们的部队上来 上来一批滚下去一批 上来一批滚下去一批 因为坡度太陡了 这是蒙金的飞机 在这狂轰滥炸 扔了很多的弹药 然后就是跑轰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弹坑 都是当年轰炸来凤山的时候 留下的弹坑 I would not have any idea what he meant and as I feel the rain fall on my head and as I feel myself get wet I start to feel like maybe like my father was I feel that this is a sacred ground and there was so many similarities to where my father fought in Mishina my family it does not live in one place however I will share them emotionally and in my own way I could not live in one place I could not live in another place ны i s I can't live in my neighborhood I could not serve as much for money I can't live in one place 昆明 对军顾问团就职 我们那个时候卡扎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美国的飞火队 在住在昆明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这里 那个时候很很清楚 美国分机 经常修日背 两个大掌 很很清楚 他们说 在军户二 很多美国粮卫 polity军 金马碧基法是滇缅公路的终点 1945年1月28日 滇缅公路全面开通 这条中美人民共建的道路 把日本人逼向穷途墨路 这条盘旋于丛山峻岭间的公路 穿过了中国最坚硬的山区 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 蜿蜒上千公里 是中华民族关乎存亡的运输生命线 今天在金马碧基法 这个滇缅公路通车仪式的举行地 夕阳照样下更显得金碧辉煌 我一直在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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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在冲通 我真的想要让大家知道 我父亲其实是在冲通 冲通过中国人的朋友 友好朋友,去治疗日本人的法院 我深深激動的由你教我的父親 他回到 China再回到後來嗎 沒有,他沒有 一旦他們離開後,他們開始了家庭 他們回家,他們結婚了 我們必須向你們的尊敬 不,不是我,但是我的父母 我的尊敬會向我的父母,誰在天上 謝謝你,謝謝你 實際上,這個很有意思就是說 抗戰的時候,我們確實是得到了很多美國 美國人的支持 如果不是美國人參與的話 我們的抗戰沒有那麼快 都順利地讓日本投票 那個人參與其他人的支持 那就是我的長官 他是我的老長官 他派十四師四師團 去擔任授匠醫師的警衛 我呢,是這個 那是這個 当时授乡医师会场的警卫营营长 我们都尽了我们的责任 所以他当时也许是对我们一个奖励 所以他跟我们在父子庙 南京父子庙照了一个相片 可惜这相片我没保存着 年过九旬的赵晨英 在那段光荣的历史得以肯定之后 终于在心底长舒一口气 这里是位于四川成都的建川博物馆 中国国内最大的民间博物馆聚落 展示着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大战役 和士兵们的军需用品 在中国壮士群雕广场中 两百多名抗日将军的雕像并肩耸立 诉说着远去的悲壮寻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尼尔来说 这里无疑也是安放父亲遗物的最好归宿 这个小红本是当时国民政府 发给每一个来华援助中国的美军的一个手册 那么这个本子呢 嘎那少校呢 在离开中国之前呢 就是照这张相之后呢 他们的重军官呢 就给他分别留言在上边 John嘎那少校讲状 龙天舞的印在上边 民国二十四三十四年十月十日 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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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o Gana先生呢 Nio Gana先生呢 今天他是非常高兴的 把这些东西捐到我们这个建川的这个美军馆 I came here not for myself I came here for my father And I would lik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here He was friends with the Chinese 我建了这个中国唯一的一个袁华美军的博物馆 就是想记住这个中美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记住他的父亲 当年这位英雄的少校 我还会 我想为这位少校 你的父亲树像 我专门为这位英雄的少校 专门为他做一个展厅 专门为他做一个 He will create one gallon for major You're so generous Generous So generous 谢谢 谢谢你的父亲 也要谢谢你 不用谢 他学了一个一句话是不用谢 不用谢 OK And I thank him I thank him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We will be friends forever 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 Nier把他父亲的写满签名的小红本 军官合影与其他抗战遗物 都捐给了建川博物馆的美军馆 谢谢 谢谢老位子 抗战师就是营长 就是长官 谢谢你 几个月之后 樊建川馆长让我通知 在美国的尼尤嘎 他的捐赠的当中有五件 已经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小红本 何印钦的勤俭 美军作战指挥部给他父亲的作战证明书 廖耀乡军长的长轴花鸟字画 还有龙天武师长的虾蒋状 这五件都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建川博物馆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展场 一个展馆就是把抗战老兵的手印 收集到他们的手印之后 也永久地留在那个地方 作为一种向全国人 向后代展示 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展场 很多留下手印的老兵都已过世 当年正是他们的双手 死死抵挡了日军的铁蹄 92岁的赵真英老人 被承腰留下手印 我把这个想法给赵老说的时候 其实赵老已经跟我交往过一段时间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很愿意很配合 所以他就很认真的照到我的做法 买了宣纸用了红印尼 他在上面 他做了三份一是三份怕不清楚 然后用挂号信寄给我 我把这个 他还填了一份表格 自己的履历 找了一张尽量年轻的照片 附在上边 把自己的简历 抗战时期的简历 写得清清楚楚 这样我就把这些全部转交给馆方 馆方很快就把他的手印 和另外几位 我一起交上去的远真军 朱印军老兵的手印 全部就是制作出来 展示出来 而同时 我有其他几个新军老兵 我要做很多思想工作 他们才愿意 甚至还有两位老兵 新军老兵 他们还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那么赵老师一个最配合的人 可见他跟我的交往之后 他已经转变了 他起初那种态度 建筑师燕欢 起初只为了寻访外祖父的抗战事迹 后来则为了更多被掩埋的真相 和老兵的荣誉奔波 他执着的又是惊喜地发现 每一点滴 中缅印战场的线索 帮助尼尔回溯父亲 约翰格德南少校的往事 也为赵真英少校 找回他深埋的记忆 和迟到的光荣 三个天南海北经历大不相同的人 被历史的辉宏和卑微 紧紧连接在一起 在寻找的路上 他们与市区的父辈 祖辈和战友相依为命 而更多的相关报道 也让中国人清晰了一段 原本模糊的历史小经 其实为了从理性上来证实 那位就是赵真英的话 我始终没有放弃 我的目光和焦点 还是放在南京投降仪式上 那么这个 后来一个机会 我们通过一位友人 获得了一段 当年美军拍摄的黑白影片 详细记录了1945年9月9号 日本投降仪式 还真清楚 我记得前傅道 Meredith 实际上还 Powers 就算了 你就算了 这个线是真的 太好了 得到那张照片不容易 真是的 自己都没有 背了多少心血得得到那张照片 是 最后我要看到这个二十几岁的 我这父亲的样子 我一点没有印象 所以那次我真努力地看了半天 实际上就说因为我们好几个人看 家里好几个人看 别人都比我看得早 这就是没错 我呢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总是在想要怎么看相 最后呢 来来去去找 趴近来看走远来看 后来有一个角度 忽然一下就觉得 特别特别像现在的这个 人的脸那的棱角什么 外星人特别像 我说那一下就嚷嚷 我说这人是 真是那就是 我就等于一下说服我自己 知道真是这个人 就那个感觉 我每次说 我说您都要火了 二老爷说我还火 我再火就是以后被火化了 看眼睛 看眼睛 看那嘴 你看那眼睛 他感觉后来我们这么说了 我说就是这张 没错没错 完了他也说就是这张 没错 完了后来他说 他就看 看一看 特别就是上那个电视 仔细地看一下 他说的 有点像 我说什么有点像 就是您 他呢 说实在这么多年了 倒霉这么多 倒霉几十年 也是被这事倒霉 说实在的 所以呢 但是他出现这种转变呢 最大的 最大转变还就是 跟燕欢联想以后 通过燕欢的嘴巴 把这个正卖战场啊 这个概念呢 逐渐地也给他 所以他就说 噢 当时我们是正卖战场 我觉得这种变化呢 其实有两种 一种他是 自己呢 其实那种荣誉感 也油然而生了 能经历了这样的事情的 这个抗战老兵呢 就是现在 健在的不多 而且像他的 他有这样好的记忆力 还有他当时还属于 一个中上级的军官 有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记忆呢 不多 这张照片是 就这张照片什么 是什么哪年叫的 哪个 就这张 我先手里 他拿着手里 就这张是什么叫的 是50年51年 是这个时候 50年51年的嘛 而且他有文化 他可能也觉得 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 要把这些事情呢 尽量真实的 如实的讲给 起初讲给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后代 扩大一点 深入一点 扩大一点 就讲给这个国家的人民 青年一代 让他们知道 到底以前是怎么样 一回真实的一个故事 是什么事 我先认为 我认为我得到群众的承认了 现在连环也好 甚至你们这几位给我做这些工作 你们都不是代表官方的 我是这么想 是群众认可我这个做的事情 不是害国 不是反革命叛国的那个事情 我应当得到群众的认可了 才能补一下 我看你花 看着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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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适的 挑一个合适的 好 挑一个最好的 挑一个最好的 展周什么 来 挺好的 挑一个 挑一个 适的 都是 7.5米 表面 收鲤7个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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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